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企业经营理念和人生哲学的图书道圣和夫阿米巴经营实践 本书是作者探究经营本质 切种管理要害的代表作 作者是日本的经营之圣道圣和夫 第二章 全员参与经营 重建日本航空公司 我在第一章中阐述过 在实践阿米巴经营时 经营者和全体员工必须共有思维方式和哲学 这一条在日本航空公司重建时也发挥了作用 如果没有以共有的哲学为基础的员工意识的改变 那么不论是导入阿米巴经营 还是重建公司都不可能成功实现 本章介绍阿米巴经营导入的经典案例 日本航空公司以下简称日航的重建 以说明全员参与经营的重要性 一、三条大意 为什么接受重建邀请2009年底 我接受日本政府的请求 就任当时深陷经营危机的日航的会长 作为代表日本国家形象的航空公司 日航自1951年成立以来 一直站在日本国际化的最前沿 与日本经济一起经历了高速成长 在20世纪80年代成了世界顶级的知名航空公司 但是 由于无视核算 不断地盲目扩大航线 日航从泡沫经济破灭的90年代起 业绩陷入低迷 以致抵御不了雷曼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萧条 2010年1月 日航背负2.3万亿日元的巨额债务 宣告破产 不得不准备重建 日航申请企业再生法的保护 由以帮助企业破产重建为目的 而设立的半官方基金组织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主导重建 他们邀请我出任最高领导人 执掌重建之舵 但是 当时我已年近八旬 而且 对航空运输业一窍不通 所以坚决推辞 然而 对方再三请求 请无论如何 一定出任董事长 在这种情况下 我出于以下三条大意 最终接受了请求 第一条 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航是停滞不前的日本经济的象征 如果重建失败导致第二次破产 不仅会对日本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让日本国民失去自信 而如果重建成功 就可能激励日本国民 连那么糟糕的日航都重建成功了 日本经济也一定可以重生 日本国民会重新鼓起勇气 第二条 为了保住日航员工们的工作岗位 很多员工 由于日航破产 而不得不离开公司 但如果第二次破产 留下来的3.2万名员工 也会失去工作 一定要避免这个结局 无论如何都要保住 现有员工的工作机会 第三条 为了让国民 也就是搭乘飞机的乘客 有选择的自由 如果日航第二次破产 日本国内的大型航空公司 就只剩一家了 这样的话 竞争原理就不能发挥作用 机票价格可能上涨 服务品质可能变差 要为客户 也就是为国民提供更为低价 更为优质的服务 就需要多家航空公司 在公正完善的条件下竞争 彼此切磋琢磨 为此 我认为日航有必要继续存在 由于我年事已高 且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无法百分之百地 投入到日航的重建工作中去 所以我提出希望薪酬为零 二 五大原因 为什么日航变身为高收益企业 2010年2月 我就任董事长时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 已经为日航制定了 基于企业再生法的公司重建计划 我认为如果计划得到切实执行 就能重建成功 并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这个观点 但是当时大多数媒体都持否定态度 认为日航无法重建 一定会第二次破产 事实上 自1962年有记录以来 日本国内适用企业再生法 进行重建的上市企业 有138家 其中有59家 也就是接近半数的 企业事实上已经消失了 最后 重新上市的企业 集算得上重建成功的企业 只有9家 其中重建时间最短的 花了将近7年时间 此外 航空公司的经营是极为困难的 2000年后 美国的美联航 全美航空 达美航空 西北航空 美国航空等大型航空公司 相继破产 欧洲也是一样 比利时航空 瑞士航空 意大利航空等代表国家的航空公司 都纷纷破产 日本航空在此次破产之前 也多次发表过意在重建的经营计划 但是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出于这些原因 媒体认为日航无法重建的论断 并非没有道理 但实际上 日航重建第一年 也就是2011年3月7的营业利润 就达到1884亿日元 2012年3月7为2049亿日元 2013年3月7为1952亿日元 重建后的日航成了全世界航空业 屈指可数的高收益企业 日航以比一般贷款更高的利息 全部偿还了重建支出的 约3600亿日元的过桥贷款 2012年日航重新上市后 不仅还清了企业再生支援机构的 3500亿日元的出资本金 而且还多偿还了3000亿日元 为困难的日本国家财政做了一点贡献 为什么被认为必然会第二次破产的日航 能在短时间内变身为一家高收益企业 并且实现了重新上市 很多研究人员和评论家都在分析原因 作为当事人 我认为以下五大原因非常重要 确立崭新的经营理念 以哲学为基础的意识改革 阿米巴经营的导入 贯彻为世人 为社会的思想 领导人无私的姿态 一确立全新的经营理念 重建成功的第一大原因 是明确了企业经营的目的 将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 两方面的幸福定为日航的企业经营理念 并明确地向员工们传达这一点 这是我经营哲学的根基所在 我创办的经词和KDDI也是 以同样的理念开展经营的 针对这个经营理念 有人批判说 把员工的幸福作为企业的第一目的 对于接受国家支援的企业来说 不合适 但是 企业是为了实现全体员工的幸福而存在的 这是我不可动摇的信念 我丝毫没有改变这个信念的想法 如果经营者不考虑员工的幸福 只顾追求利润 员工就不可能打心眼里协助企业 相反 如果经营者把员工放在第一位 全体员工就会认识到工作的价值 充满自豪并热情满满的投入工作 结果业绩就会提升 股东也自然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强调这样的经营目的 员工们就把日航当作自己的企业 经营者重建的强烈意志 就能够与全体员工共有 从干部到一般员工 为了重建自己的公司 哪怕牺牲个人利益也在所不辞 大家用这种姿态参与重建 成为公司重建成功的最大原动力 二 以哲学为基础的意识改革 重建成功的第二大原因 是在公司内部推行 以我的经营哲学为基础的意识改革 我就任日航董事长后 立刻强烈地感受到 必须改变管理层官僚化的僵硬体质 我还意识到 日航缺乏公司应有的整体感 我认为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用本书第一章介绍的哲学 首先对日航干部的意识进行改革 哲学的表述虽然简单 但却直达事物的本质 能够帮助我们对各种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 它不仅是一种经营方法 还适用于人生和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 可称之为普遍正确的原理原则 在经词和KDDI的经营中 我率先锤饭 亲身努力实践这个哲学 与此同时 我也努力与全体员工共有这个哲学 日航重建时 我带着这个哲学 精心 细致地向大家解释 为什么这样的思维方式 在企业的经营中 在每个人的人生中如此重要 具体的做法是 召集约50名经营干部 对他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彻底的哲学教育 通过哲学教育 让大家彻底理解 领导人应有的姿态和企业经营应有的思维方式 让各级领导人知道自己必须成为受不下尊敬的 拥有高尚人格的人 为此必须每天持续提高心性 追问做人应有的人生态度 但是 日航的干部们都是日本一流大学毕业的精英 一开始对我苦口婆心讲述的哲学有抵触情绪 甚至有人顶撞说 现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还要来学这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呢 我对这些干部说 这么幼稚的东西简直不值一提 但这些东西 大家虽然知道 却根本没有掌握 更没有付诸实行 大家或许知识丰富 但连追求正确的为人知道这一做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都没有掌握 这才是日航破产的原因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诉说 在这一过程中 当初对我的哲学有抵触情绪的日航干部们 逐渐加深了对哲学的理解 很多干部都开始思考 如果我们能更早了解到这些作为人 作为领导者 作为经营者应有的思维方式的话 日航就不会破产 我们的人生也肯定与现在大不一样 这么好的思想 要赶快向不下传达 在听了这些受训干部的感想之后 各个部门的负责人纷纷表达参加意愿 结果有3000名干部参加了培训课程 同时 考虑到在航空公司最重要的是 从事现场工作的每位员工 以怎样的心态对待工作 所以我们也对一般员工进行了教育培训 我就任日航董事长时 就深刻地感受到 航空运输业因为涉及飞机 和其他运行保养所需的机器设备 往往会被认为是巨大的装备产业 但实际上 我认为 航空运输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服务行业 客户愉悦地搭乘体验压倒一切 现场的员工 以怎样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去对待客人 这是航空运输业的最重要的事 譬如 在机场直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的员工 以什么态度对待乘客 空乘人员如何直接为搭乘飞机的乘客服务 机长和副机长如何进行机内广播 以及没有直接接触乘客 对飞机进行维护保养的机师 和搬运行李的员工 以怎样的心态对待工作 等等 我认为 如果不通过改善 这些工作让乘客满意 让他们产生再次乘坐日航的愿望 那么乘客就不会增加 公司业绩也不可能提升 于是我来到现场 当面向各位直接接触乘客的员工讲述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应该如何开展工作 我亲自到机场 召集直接接待客户的直机柜台的女员工和空乘人员 飞行员 保养飞机的员工 对他们说 现在不得不进行严格的裁员 我也知道大家都不好受 但请大家一定坚持全心全意的服务好客户 只要这么做 局面一定能打开 接下来 考虑到要凝聚全公司的人心 形成合力 投入重建工作 就需要不同部门 不同立场的所有员工 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判断基准 为此 我们开始着手编制日航哲学 日航以我的哲学作为参照 召集干部 进行彻底的讨论 现在 日航哲学做成了手册 发给公司全体员工 手册内容阐述的是 全体员工应该共有的价值观 例如具备美好的心灵 怀有感谢之心 等等 这些作为人应有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一共有40条 通过这样的活动 员工们的意识逐渐发生了改变 日航原有的官僚器逐步减弱 此外 被称为本本主义的服务也得到了改善 现场的员工们都希望乘客更满意 更高兴 并为此自发地做出努力 全体员工在各个部门不断创新 经过努力的改善 业绩有了显著提高 在我离开日航的经营第一线之后 员工们仍然自主地频繁召开日航哲学的学习会 就这样 日航变成了一个员工们自发提高新性 努力为公司经营做贡献的集团 这成了日航重建的重要推进力 三阿米巴经营的导入重建成功的第三大原因 是当大家都共有了这些基础性的思维方式之后 我开始着手导入阿米巴经营 我一到日本航空公司赴任 马上就询问现在的经营业绩到底怎么样 但他们迟迟拿不出数字 好不容易拿出来的数字 还是几个月前的东西 而且是极为宏观的 不精准的 此外 责任分工也不明确 不知道到底是谁该为哪项业务的盈亏负责 航空业的利润是由一个个航班所产生的 当我询问他们各条航线或航班的核算情况时 大家却面面相去 在日航此前的经营中 没有任何关于如何把握核算的机制和方法 实际上 根本不知道哪条航线或者说哪个航班赚了多少钱 所以有很多航线都持续亏损 我认为 如果无法建立起 以航线或航班为单位的实施核算机制 公司整体的核算 就无法提高 所以 我们通过导入阿米巴经营 实现了分部门 分航线 分航班的实施核算 让经营可视化 详见第四章 只要导入阿米巴经营 每个阿米巴就会以其领导人为中心 为提高部门效益而不断努力创新 经词通信系统诸事会社 KCCS的顾问们和日航的员工们一起 逐步建立了这样的管理会计体系 这样做的结果是 在第二个月就能拿到上月详细的分部门核算结果 大家看到自己部门的实际 就会努力想办法去提高核算业绩 而且第二天就能看到所有的分航线或航班的核算结果 这样现场的员工就可以随机应变地更换机型 也可以根据情况做出是否要增加临时航班的判断 本来不属于收益部门的保养维护和直击柜台等部门 也尽可能地把组织划分成小集团 以便各自能更细致地进行费用管理 每个月全员都知道费用明细 一起来探讨有没有浪费 是否有更高效的做法 大家群策群力 形成了不断改善经营的体制 从2010年7月开始召开阅读业绩报告会 集团本部和子公司的各个领导人集中到一起 依据本部门的数据 发布各自的经营业绩 每次花二至三天的时间 每天从早到晚 看着密密麻麻 记载着分部门 分科目的上月实际和当月预定的核算表 一起讨论 凡是有疑问的数字 即便是交通费或水电费等很细的费用 我也会问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数字 而不断地追问下去 在不断召开会议的过程中 用数字来经营公司变得理所当然了 最后 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能站在经营者的角度 用数字说明本部门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来改善经营 以及今后如何让核算数据变得更好 等等 日航从重建第二年的2011年4月开始正式导入阿米巴经营 现在具备核算议事的员工们通过活用这一方法 每天都在努力提升效益 四共有为世人 为社会的思想重建成功的第四大原因 前面也提到过 我接受邀请出任日航董事长时 揭示了三条大意 第一条是为了避免日航破产 对日本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条是为了保住日航员工的饭碗 第三条是为了日本国民搭乘飞机的便利 这三条大意是基于我的人生观 就是为世人 为社会做贡献 是人最尊贵的行为 我将我参与日航重建的这三条大意公之于众 争取日航全体员工的理解 员工们把这三条大意作为自己的指针 认识到重建日航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世人 为了社会 他们充满自信 全力投入工作 重建的大意在背后推动员工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正面面对 绝不退缩 全体员工 共同拥有纯粹而强烈的愿望 上下一心 众志成城 拼命投入重建 这些也成了重建成功的巨大动力 五领导人无私的姿态 重建成功的第五大原因 我想 是我全身心投入重建的姿态 打动了员工们的心 我不顾年事已高 以零薪酬就任董事长 义无反顾的投入公司重建的姿态 给了员工们有形无形的影响 前面讲过 我最初认为自己无法全职专注于董事长的工作 所以以零薪酬出任 但是 无论如何 也要重建成功的强烈愿望 让我拼命投入工作 原先设想的一周工作三天 变成了四天 五天 结果一周的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了日航的重建工作上 我的家远在京都 虽然年近八旬 但我几乎每个夜晚都在东京的宾馆度过 很多时候 晚饭就吃两个饭团 虽然我并非有意为之 但看到我 如此无私 且拼命地投入重建 很多员工都觉得 同自己父亲或祖父年龄相仿的道胜先生 不求回报 如此拼命地投入到与自己 毫无关系的日航的重建中 我们更应该竭尽全力才对啊 我觉得 这也成了日航全体员工 全力投入重建工作的强大动力 三 全员参与的经营 保证了重建成功 虽然还能找出很多其他原因 但我认为以上五大原因使日航员工的意识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其结果就是 每一位员工 都从自己的岗位和立场出发 为了让自己的公司变得更好而努力 这就是日航重建成功的最大原因 一般认为 决定企业兴衰的是 看得见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力量 或者是经营者的企业战略 这些当然都很重要 但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 看不见的员工们的意识 以及这些意识的集合体 及企业的风气和文化 就是说 员工们是以公司为荣 从内心祈愿公司发展 为此拼命投入工作 还是在职场中 发牢骚说怪话 像评论家一样一味地批判公司 员工不同的态度 会带来公司业绩的天壤之别 前面也说过 在日本 企业破产后 即便是用企业再生法进行重建 最后重建成功的概率也非常低 这是事实 其原因是 虽然应用企业再生法 公司的债务大幅削减了 费用大量减少了 这些眼睛看得见的财务状况得到了改善 但其副作用是人心涣散 这是眼睛看不见的 也就是说 如果员工们不愿为重建出力 不愿积极主动地把自己具备的能力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重建就会失败 日行最初也是一样 公司破产 很多同事被迫离去 奖金被取消 工资大幅下降 甚至养老金也被削减 作为航空公司生命线的航线被大幅削减 许多飞机设备被抛售 员工们因此抑制消沉 失去作为日行员工的荣誉感 整个公司到处都充满了阴郁沉闷的氛围 但是 我就任董事长后 重新振奋了员工们一度被困难击垮的心 员工们从内心产生了使命感 因为是自己的公司 所以 无论如何 要由自己来重建 同时 日行员工们形成了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每一位员工的意识和心灵发生了改变 作为其集合体的组织风貌也随之改变 公司业绩因此得以戏剧性的提升 正是哲学和阿米巴经营的导入 实现了日本航空全员参与的经营 将公司重建影像成功 第二章 全员参与经营 重建日本航空公司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三章 首先要考虑职能 组织构建的要地 第二章